火力四射的跳著壁東舞 豆花妹蔡黃乳一向給人陽光運動的健康形象 不料昨天上午卻驚傳她全身抽搐晕倒 被送往醫院緊急治療 讓原定要出席的路跑活動緊急喊咖 據悉豆花妹昏倒長達40分鐘後才清醒 醒來後她生怕家人擔心 還哭著向工作人員表示 可不可以不要告訴我媽媽 經過初步檢查腦部都沒有發現異常 今天回診由腦神經與心臟科醫生進一步會診 豆花妹表示昏倒前自己喘不過氣感覺快死了 雖然耳朵可以聽到旁人的聲音 但完全無法自主手腳很麻 消息一出不少粉絲都非常的擔心 紛紛勸告豆花妹不要太操勞了 並祝她早日康復 豆花妹 我回到你的眼中